但如果沒有燒鍋呢 鍋子弄一弄 關火 鋁箔子鋪上去 蓋住它 它也有那個效果 真的 你怎麼發覺是因為野外 因為球水很浪漫 對... 因為慢慢這樣 因為我們在外面弄 常常為了拍攝 你知道拍攝常常要前面在串 然後在那邊花時間 食物已經好了 我們鋁箔就蓋在上面 然後發現回去 還是熱的 還有一點水珠 它還是不會變柴柴的 有時候登山的時候 大的那個鋁箔紙 你蓋在上面 保溫 鋁箔很好用 鋁箔 到最冷的地方 那跟聚熱的概念一樣 對 你就把它蓋在身上 然後最好是如果有同伴的話 全裸用體溫 對 艾斯基某人都是這樣 所以舊人的時候 每次女主角都要脫衣服 舊受傷的男主角 那是必須一點 巨型醬眼是真的有他道理的 這不能有斜面 有他的道理 對 就是不能有斜面 男主角那時候通常身負重傷 也不能幹嘛了 對 要幹嘛 哪會真的都在那邊 好萊塢那些應該都OK啦 什麼東西啊 不是 他那個就是聚熱的概念 對啊 真的 所以鋁箔紙在客難狀態 他真的滿好用的 鋁箔紙這樣 對 好知識喔 還有我就是 我是個愛煮飯的人 所以我每一次只要是煮東西 我會煮一鍋 因為我一個人 你每一次一個人煮那樣量 其實是很浪費電跟水跟瓦斯的 所以我每一次都會一起煮 像我前天 我就把剩下一些小菜們 就是像什麼紅蘿蔔 洋蔥 因為有時候你煮一道菜 你的洋蔥只是需要一半而已 另外一半怎麼辦 我會把它聚集起來 像我前天就煮了一大鍋的白菜乳 所以裡面紅蘿蔔 我也可以把它用掉 然後一半的洋蔥 因為可以把它用掉 沒用完的香菇 我就一起把它滷起來 而且把它冷凍起來 我要吃的時候 我就用電鍋蒸就好了 而且我的飯也是同時間一起煮 因為飯冷凍起來 比放在冷藏會好 你冷凍的時候 你解凍你蒸出來吃的時候 它Q度還在 但是你放在下面的那種 它反而會把水分吸走 對 所以我都用電鍋 然後可能兩層 三層 我就可以一餐了 對 神華思沛 神華思沛 這個好強喔 所以我已經學到很多 好多喔 所以最後來再幫謙賀 除了 謝謝 因為今天要講到這個過程辛苦 那謙賀她這一路走來 我是覺得也是很辛苦 那在一個人的情況下 我們能幫得不多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她的音樂 對 還有她的活動 給她更多的直接的鼓勵 謝謝